都在這時候必須要跳出來 是 籃底下是交由謝宗榮上籃子的分 今天台銀這邊要把台皮手感最好的就是他了 這時候讓謝宗榮雙手扣勁 贏將國內的長籃 吸引到斜方之後看到謝宗榮就雙手爆扣了 以台皮這樣的陣容真的是 就是台銀在這種監獄的進攻當中打得非常 打出一波16分的攻勢 再交小球M1 謝宗榮跟張博勝的配合 其實台皮的進攻的問題其實就是 台銀在防守的變換上面 讓他們的讓台皮進攻的節奏有點亂掉 所以我相信他們在馬上反應的情況下 可以打得更簡單一點 那我們可以看到台銀現在 只要有罰球後 他就會變成一個區域 那在台皮的話就會進攻上面 節奏就會亂掉然後讓 謝宗榮 就是這一季他們的陰影 交小球範身被擋一下 橫移的出手 展開台灣銀行來對上台灣啤酒 謝宗榮 直接對味道周伯勳輕鬆放進 是 底線的3分 對陳借球沒進 在籃底下謝宗榮把它放得上去 第四季目前只有一次的3分 這一次的小傳球只有出現了15 前面3打2 後面 喔 謝宗榮雙手爆扣 好 這一波籃板 又很快地傳到前面去 謝宗榮放進 這已經是一波16比的手上 球圈轉換前面跑快攻 謝宗榮再把分數放上去 他個人已經拿到23分了